全国三级防疫警戒延长两周 瑞瑞乡奇美文物馆5月底开办的编织生命 Ina Alec记忆特展 现在改用线上观赏方式来配合防疫 大家宅在家就可以欣赏Ina Alec精湛的编织生命故事 不论是Ina Alec杨秀妹传场歌谣 还是她精湛的编织工艺作品《生命故事》 透过线上导览镜头 大家如清零现场般的欣赏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策展 虽然人没有办法到现场 但是也可以在这个策展的影片里面 能够充分的了解我们这一次策展的一个主题 让这个展览能够顺利的来进行 如是将奇美文物馆 Mivivik du Olip 编织生命Ina Alec记忆特展 开幕典礼取消后 相公所为了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而改以线上网络方式来应变 我们这些相公所第一次 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我想也是一个应变的一个方式 那未来很多的一个视讯 跟很多的讯息的一个传递 可能也会用这种模式来呈现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 网络取代了马路 奇美文物馆五月底开办的这一场Mivivik du Olip编织生命Ina Alec记忆特展展 连期到7月底 而随着全国防疫警戒延长两周 现在大家透过线上镜头 也可以了解Ina Alec-杨秀妹的生命故事 进而认识部落传统编织文化的生命 记得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